好 我們先請合葬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法師可以去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應該是看課本138月149經 講149經 來看經文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齊眼睛射 這個時候 世尊就跟比丘講 我不與世間爭 世間與我爭 這個也很有名 因為佛出現在當時的印度 當時印度 這是2500年前的印度 因為佛大概西元前四百多年 當時的印度有一點像 中國的這個 朱子百家那個時代 就是周朝之前 很多思想家 各式各樣的學手 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 或是自己得到了解脫法 主要是有所謂的 最早是有所謂的婆羅門 那婆羅門是依廢陀思想的 後來到佛陀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 開始有反婆羅門 那婆羅門的思想 其實是很早就有了 大概西元前兩三千年 他就開始固定了 最早的廢陀基本上是很早的 就是西元前幾千年就有了 到佛陀這個時代 開始有所謂的反廢陀的 反婆羅門的 因為他只要就是婆羅門至上 那這個 以這個廢陀經為主的 那婆羅門總性最高 那透過祭祀可以解決一切事情 就是祭祀萬人 那廢陀是神的啟示 天啟 那開始有一些人 反婆羅門 那反婆羅門的一般 我們就叫做沙門集團 就是有七大沙門集團 那婆羅門跟沙門之間有爭論 婆羅門跟沙門之間有爭論 婆羅門跟婆羅門之間也有爭論 沙門跟沙門之間也有爭論 因為不同部派 這很簡單嘛 就像既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 彼此有爭論 那佛教裡面 宗派跟宗派之間也有爭論 最常見的禅宗跟禁途宗 禅宗跟天台宗 禅宗跟天台宗 律宗跟其他的宗派 彼此他都會有所謂的爭論 就是觀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在佛教裡面也一樣 各個部派裡面彼此也有爭論 但是在佛陀 那個時代當然都沒有這些宗派 學派部派都沒有 就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派 就是沙門裡面 七大沙門團之間 那彼此看法當然不一樣 沙門跟婆羅門之間也不一樣 所以《宗派韓經》有一部經說 婆羅門與婆羅門正 沙門與沙門正 那一樣 都有這種事 那在家人也一樣 這一家跟那一家 這一國跟那一國 這一村跟那一村 同一家裡面 弟弟跟哥哥 爸爸跟媽媽 也是有這種情形存在 這個世間很常見的現象 那阿含經裡面說 忍跟忍之寫會爭 當然就是不離開所謂的 我見跟我愛 就是執著 那麼某些觀念 某些規矩 或是因為浴灘 就是因為自己的利益 都有這些問題 好 但是佛陀這裡就說 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 佛陀只是很單純的在宣揚真理 他只是告訴世間 什麼是真理 如果你想升天 那你必須怎麼做 如果你要解脫 那你必須要怎麼做 他只是告訴大家 是這樣 就好像世間的人 你要健康 你必須怎麼做 你不想身邊 你必須怎麼做 你不想坐牢 你必須怎麼做 你想要發財 你必須怎麼做 類似像這樣 但是很多人就會 因為佛陀的說法 佛教在當時是新興宗教 那是整個沙門團 在佛龍門的觀念裡面 他是反對者 他也算是新興宗教 但是佛教又是當時 沙門團裡面的新興宗教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人會批評他 而且佛法的勢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算你不去批評別人 你威脅到別人 因為所有的民魂力量 都歸到佛教這邊來 所以就開始有很多人在批評佛教 就爭論 這個我們之前看阿金裡面也有 這些六四外道有時候 會故意來找佛陀的麻煩 佛教的麻煩 那麼這個爭論這種事 其實是事先常有的 即使佛弟子跟佛弟子之間也會有 也會有 那麼之前就是佛弟子之間彼此正論 那佛講不天自己 自己就去生理裡面打坐 也就有這件事 好 那這裡說到 比丘 為什麼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呢 那麼 若如法語者 如法語者 不與世間正 就是 這個如法語者 那麼 他 這個 就是你說的話是如法的 因為法是什麼 法有很多意思 不過這裡的法就是 契合於真理 就是如法基本上是相應於佛法 覺悟的方法 契合於真理 相應於佛法 契合 那我們說相應於佛法 又如何 如法 所以 那個 如果 這就是 你所說的 你所說的話 是 契合於真理 相應於佛法的 那麼 它就是什麼 無正 不與世間正 不是 你有什麼 那 你所說的 因為正所謂的正 它基本上是帶有稱心在你 它是一種煩惱的真聖心 言語上的真聖 言語上的真聖 那麼所以 真理 契合於真理基本上就是我們講相應於清淨的 就是因為佛法上所說的真理 真相其實就是無我相無人相 那麼它最重要的就是讓你清淨 讓你清淨 所以基本上我們叫明跟無明 明相應跟無明相應 那麼如法基本上是明相應的 那麼正它是無明相應的 它就是不如法語 不如法 跟佛法不相應 正宋正論 正論正宋 它基本上就是不如法語 與法不相應 跟清淨不相應 就是煩惱相應 這個明當然是智慧 不如法語 那這個就是無明相應的 阿安經常講 明相應 無明相應 那無明相應就會引申煩惱 煩惱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感到痛苦 所以它這裡講 不與世間正 其實因為它只宣說真理是什麼 它不是為了打擊外道 那麼佛法說這個真理 並不是為了傷害外道 打擊外道 或是為了顯示它比外道厲害 沒有 佛陀說真理 你宣說真理不是為了顯示 它是最厲害的 它勝過一切的外道 不是 它只是要告訴大家 真相是什麼 比如說 如果你想離苦 那麼你必須不造惡業 那麼 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滅罪 那麼你必須懺悔改過 而不是進到恒河裡面祈禱 如果你想有福報 那你必須不思 那麼 而不是 天天去供養這些神 然後祈求神事給你福報 那麼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讓你的家庭幸福 那麼你必須 你必須照顧你的妻子 你的兒子 你的父母 做一個 做一個 盡你的責任 而不只是照顧 你那個居家火 胡天火 根本火 讓那個火 殘明目 就是殘明目 不息 不會熄滅 天天照顧那個火 你與其天天照顧 你那個居家火 胡天火 根本火 你倒不如好好照顧你的妻子 兒女父母 這樣你的家庭 還比較會幸福 那麼佛陀告訴這一些 並不是為了反對外道 並不是為了打擊婆羅們 而只是為了要告訴眾生 一個真相 你這樣做才有意義 才有道理 而且才有利益 叫做有益有利 佛陀說法有益有利 那麼利益人天 所以當時很多外道天的 當然就會 因為這個傷害到他們的利益 傷害到他們的尊嚴 他覺得傷害到他們的尊嚴 但是佛陀不是 說這一些 不是為了打擊他們 傷害他們 但是他們自己這樣會覺得 這個在我們世間也常有 也常有 我就記得 我就記得 比如說 有一次我在佛學院 比如說 因為我在佛學院 我在佛學院的時候 基本上是日中一時 就是第三年 就是大航法師做院長之後 我開始就是 早上也沒有吃 我就是中午一餐而已 但是我也不是特別要去標榜 我這樣是有修行 我就是要訓練我自己而已 很簡單的道理 佛學院你知道有些人 他也是 都是吃兩餐 吃三餐 吃四餐 也有吃宵夜 那時候我們學生的時候 有很多人 那時候我是讀高級部 有很多人往上來買泡麵吃 但是這個是個人的需求 沒有什麼好和不好 你這樣吃 你有體力 有精神 可以幫助你修行 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這就是個人的問題 但是我們沒有要去標榜 我們沒有要去標榜 我比你殊勝 我只吃一餐 你吃到四餐才吃宵夜 沒有 我們沒有這種觀念 我們就是自己訓練自己而已 但是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你是怎樣 你是在標榜 沒有 我們沒有標榜 但是他自己會感覺到 我們威脅到他 所以有一次我記得 早上不知道有人拿了餅乾 我就給我吃 但是我並不是說 我早上一定不吃 沒有 我大部分都是泡一個東西 有時候我餅乾我也吃 但是我也不特別吃 就是我早上不下去吃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要吃什麼 就訓練 然後你給我當然 我吃也沒關係 我又不犯見 我早上可以 你給我餅乾我也吃 後來有一次我就 有人給我一個餅乾 然後我就拿來吃 然後旁邊有一個同學 我從來不曉得 我日中一時得老到他 你知道嗎 他就跟我講 他就跟我講什麼呢 不是說日中一時 他會吃給你吃 我就突然感覺到很訝異 我們本來早上就可以吃 你知道嗎 過午以前都可以吃嘛 那我只是選擇不吃 我要訓練我自己 像我去服務員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福報 我有一個觀念我沒有福報 我一定要訓練我自己 能夠吃不好 能夠吃少 而且能夠穿得少 不怕冷不怕熱 不怕渴不怕餓 真的我以前覺得我沒有福報 我說乞丐命 我一定要訓練我自己都可以 所以我去服務員 服務員很冷啊 第一天去五度啊 我第一天去服務員報到是五度啊 那個寒流來人的要死 我又是南部來的 那人的要死 但是第二天我就把棉被拿掉了 從那個時候我在服務員 十七年沒有蓋過棉被 我都蓋毯子 帶一個寶寶的毯子 我要訓練 但是我有練氣功啊 我練氣功我不忍 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出了服務員 我可能沒那個福報 依我的福報 那個時候我知道我是沒有福報的人 所以我講過很多 我怎麼修福報的事 所以那個時候 我純粹沒有要跟誰比較 要顯示我殊勝 沒有 我只是要訓練我自己 因為你們有福報嗎 你們就是在這裡可以吃那麼多餐 除了這裡還是可以吃那麼多餐 而且吃更好嘛 但是我知道 我這個福報是用服務員大眾的福報來的 我自己是沒福報的 所以我不能跟你們比 你們出去還是有得吃 我出去可能就沒得吃了 所以我要訓練我自己 可以不怕冷不怕熱 不怕渴不怕餓 真的 我真的是這樣訓練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我在服務員 沒蓋過棉被 不是沒蓋過棉被 沒蓋過厚的棉被 我就是蓋毯子 真的就是蓋毯子 這是我一部分練氣功 那真的也不能 還有就是我訓練我自己 那個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跟我師父說 那個時候第七屆 我跟我師父說 我可不可以早上不要吃 我師父說不行 那晚上不吃 晚上就不吃 那個時候是這樣 那我師父 第七屆以後就去埔里的 大航法師做院長 我就跟大航法師講 我早上不要吃可不可以 他說可以 那好 那我早上就沒吃了 但是後來也不是完全沒吃 就是耳朵泡一些東西吃 就這樣而已 沒有特別下去吃 然後我就記得 那個時候好像高級不到第幾年 然後有一個同學 看到我早上吃 他就很不屑的跟我講 那不是說 都一種子都沒在吃 還要吃 我覺得 我早上吃也沒有惹到誰啊 對不對 好奇怪的說法 後來我就覺得 喔 因為你對他產生壓力了 因為他晚上宵夜都有吃 他在你旁邊 他會顯得你在諷刺他 其實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真的 後來我就發現到 喔 那這種事情 你出去游泳很多事情 你也會遇到 就是說 當你表現跟他不一樣 而且好像比他好的時候 那其實吃跟不吃不是重點 我常常講 不是吃跟不吃的問題 是貪跟不貪的問題 其實我不會覺得 我現在真的是這樣想 我不會覺得過不死比較有修行 真的 那有一些 他純粹是身體的因素 你叫他不吃 他反而不能修行 但是你可以做得到 你盡量做到 只是如此而已 那你做不到 你也不要毀壞身體 然後因為這樣你反而不利修行 他重點是要你不貪 不是要你不吃 我以前就有這種觀念 但是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我威脅到他 那比如說像我是很堅持 我不穿紅主衣的 但是個人有個人的看法 但是我也不反對你穿 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就是佛教的 佛教的這個習俗就是這樣 穿那個表示 第一個有些人表示尊重 第二個表示莊嚴 那這個大法會不穿這個 好像不太尊重這個法會這樣 那有些人就覺得穿 那你穿你就穿 但是我堅持不穿 那有時候每個人都穿 就只有你不穿 人家就會覺得 就你懂佛法 就你比較有修行 就你比較清淨 我們沒有去標榜什麼 但是人家就會覺得有壓力 那你說你為什麼不穿 我就不太喜歡這種顏色 我就不喜歡穿 那你為什麼不吃 我都沒有說我果不捨 我都說我就吃不下 那這樣比較 那這樣比較 因為有一些人 因為我們不覺得 就好像我覺得佛陀 不宜世間真也是也是像這樣 他並不是為了打擊外道 顯示自己 我們叫做自戰毀他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會想到這邊去 你在標榜自己 你在讚嘆自己 那你無形中 你雖然沒有說別人不好 但顯示出來就是你比較好別人不好 沒有 但是這個事情常常會發生 但是每一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所以那一次以後我就清覺到 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從來沒有說 我沒有叫你晚上 我沒有你在晚上吃的時候 吃宵夜的時候 還吃泡麵的時候 我跟你講 什麼時候還在吃泡麵 我從來也沒這麼說 對不對 我也沒有用筆謝輕視來告訴你 你這個晚上 你晚上吃已經很過分了 你還吃宵夜 我從來沒這樣講啊 但是為什麼 我本來早上沒吃 我只是早上吃一些餅乾而已 啊 你跟我講到好像我犯很大的天條一樣 那麼我就覺得 哇 這個我不與世間正 但世間會與我正 真的 那這種事情後來 也在很多事情上 都會發現到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 就是說 你比別人用功的時候 或是你比別人勤勞的時候 然後別人就會講 師父在 你就會特別表現自己 其實我們沒有這麼想 我們只是說 再努力做一下 但是一般人 就是沒有那麼努力的時候 那你特別努力 人家開始就會 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 真的 有師父在 你就特別會表現 那個都是裝的啦 就會裝了 我們會覺得 忽然間聽到這種話 會覺得很受傷 大家會覺得 唉呀 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 我不是在跟你比啊 我只是在盡我的 盡我的責任 或是我想發心啊 因為沒福報 我要發心修福報嘛 對不對 你們修這樣就夠了 就好像賺錢一樣啊 很簡單啊 你一天打一份工 正常上班就可以 我不行啊 我要兼兩份三份工啊 對不對 那道理是一樣的啊 那你也不會去苛者那邊 哇 就你勤勞 就你最會賺錢 一天還打三份工 沒有你一份工就可以過火 我們不要我們三份工啊 但是這些道理 很多人有時候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 我們在面對這樣的 諷刺或批評的時候 你要想這個道理 其實佛陀也被批評了 但是佛陀只講一句話 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 你這個觀念想好了之後 你對於外來的這些批評 你不會怎麼樣 你不會痛苦 如法語者不與世間正 那麼我雖然不跟你正 但是你還要跟我正 好吧 我毛起進來跟你正 你就跟他一樣啊 你就如他所講的啦 那就不需要 所以你要跟什麼 要明相應 要什麼 要契合於真理 相應於佛法 他不相應 他講這個是不相應語 你知道嗎 跟佛法不相應的語 照理講 人家願意這樣 你要讚嘆 又不是諷刺 而不是批評 但是他這樣就是不隨行 他自己不做又不隨行 不自做不叫他做 見他做不隨行 但是我們相應於佛法的是 自做叫他做見做隨行 做不到自己慚愧 就這樣嘛 但是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常常會發現 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 但是後來 你就會與世間正 為什麼 就會這樣 但是後來你就變成被他影響 那這個要很注意 這個其實我也是過來了 我知道 後來我就會講 我不與世間正 世間與我正 世間與我正 我不與世間正 為什麼 如法語者不與世間正 那你用這個 你用這個來勉勵自己就很好 我以前 我以前 還沒有用這樣 我以前都是背那個 背那個勇家大師的正道歌 我都自己一個人比較多 我就常常常讀行 常讀不 打者同遊捏盤路 吊鼓神清風至高 冒橋骨缸人不顧 我就也不管其他的 從他棒任他非 把火燒天屠製品 我問恰是引甘露 把火燒天屠製品 背的就是 反正隨你講 我自己好就好了 我也不管他 那這種 就是 他又有講 他又說這個 那些 若 我忽然忘記了 何錶無聲 持忍力 等一下想起來再跟你們講 有時候要講忽然會忘記 我以前常常背這個 就是說我們遇到境界的時候 拿主師大德的一些話 來勉勵自己 拿佛陀的話來不宜你自己 這個就比較簡單 世間與我正 批評我 講我 我又不是做壞事 我做壞事被你講 我就會檢討 我做的是好事 我是要努力修行的 你幹嘛要這樣講 要這樣諷刺 但是我不以世間證 世間與我正 我不以世間證 那就學佛 我們是學佛 我們不是學他 我們本來是學佛的 沒有 後來被他諷刺了之後 還沒看見 我們就學他了 真的這個是很常見的 這個是我們最常見的 但是你這個就是 你學佛三分鐘 學凡夫一輩子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那這個觀念你有了之後 你就不太會跟凡夫即將 真的 他起煩惱嘛 你跟煩惱人 煩惱人一定講煩惱話 他是無名相應啊 我們現在說要與病毒共存 我們不與煩惱共存 你可以與病毒共存 但不要與煩惱共存 不要跟煩惱人一般見識 這個就是最主要 我不與世間證的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道理 我不與世間證 但是世間會與我正 真的啊 就算你都不與世間證 世間還是會與你正 那最厲害的 阿羅漢也沒辦法 最厲害的就是什麼 這個須不提 無爭三妹 那無爭三妹實際要夠 須不提要去脫脖的時候 很多外套看他都會討厭 很多人對他 暈緣不好的會討厭他 會罵他 又要飯的又來了 怎樣怎樣 完全就是一大堆 然後他 他會先觀察 我走這條路 有沒有人討厭我 不歡喜 如果有 會罵我 會批評我 會心裡面起震 言語上起震 行為上起震 深口意 那麼 你要怎麼樣 他就避免他就不去了 他會觀察 我走這條路 這條路走過去 有沒有那個不喜歡我的人 有 這條路不走 走那條路 哪一條路也有 不走走這一條路 每一條路都有 今天不脫脖 這虛普提厲害 我們當然沒辦法做到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 世間與我正 我不與世間正 這個是跟佛陀學習 要跟佛學 不要跟凡夫學 但是我們一開始跟佛學 後來都會自動跟凡夫學 很奇怪 但是這個你要記住就好 所以 我修行第一個要有絕照力 其實這些都是我走過來的 所以我知道 但是有時候也會忍不住 老實講 就是第一次的刺激 我不會在意 第二次也不會 但是刺激久了 你就開始會動 這個時候你覺察能力 如果沒有覺察的話 他還是會去 凡夫是第一次刺激 他就會馬上反應 就開始 就跟他學 跟他走 本來是冷靜的 後來就不冷靜 本來是跟佛法相約的 後來就不跟佛法相約 但是你透過觀照 或透過修行訓練之後 你可以忍住幾次的衝擊 沒問題 但是這個要漸漸加強 漸漸加強 有時候 一旦力量太大 那個衝擊力太大 你還是會忍不住 你還是會忍不住 除非你震得無聲法忍 你才有辦法像釋迦佛這樣 忍入仙人這樣 一般我自己評估 我沒有辦法當他這樣 我沒有辦法當他這樣 但是就是 我們在朝這個人目標前進 總是要跟佛學習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很重要 簡單的一句話而已 其實它內容 它裡面包含很多道理 我不與世間震 就表示世間一定會與你震 世間一定會與你震 就算你是佛 就算你是佛 除非你是在極樂世界的佛 因為那邊都是佛弟子 不會批評佛 但你不是在極樂世界 你不是在佛國淨土 你是在娑婆世界 有外道 有凡夫 而且五著二世 結著見著 煩惱著眾生著命著 你自己的福報又不是那麼多 你善緣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你只能 善緣是過去累積的 善業也是過去累積的 但是善心現在就可以掌控 你沒有辦法說現在趕快 積善業 你不知道你有多少善業 你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善緣 可能是惡緣 但是你隨時可以保持善心 所以你要常常有絕躁心 但當然這個也不容易 所以養成你絕躁的習慣 所以你說我本來只是 人家就拿一個餅乾給我 有些人知道你早上沒吃 他說那個餅乾給你吃 我們就隨手拿來吃而已 照理講也沒什麼事 他就在旁邊諷刺 不是說都沒吃 我聽到當下有一點好像被雷打到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也沒講話我就走了 我本來心裡面想講的話就是 我吃不吃 後來沒講出來 真的啊 我吃不吃也不關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我也不是吃你的啊 他真的一下子會很生氣喔 一下子會很生氣喔 一下子會很生氣 但是因為養成習慣了 等一下 回去好好想清楚 那個時候想不清楚 那個時候境界在前面喔 那個想不清楚就趕快離開 離開後靜下來先把心靜下來 因為那個時候心起伏是很快的喔 你不離開等一下真的會講出來 我記得了 那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都比較衝擊啊 第一次比較衝擊 後來就不會了 後來就不會了 那 這個 慢慢慢慢就會覺得 我不以世間正 雖然世間以我正 基本上是這樣 好 所以他說 世間智者言有 我亦言有 那麼 他這裡 後面就在說 後面在說這個 他 佛陀在說法 他並不是特意要顯現出 外道的不對 他只是要宣揚真理 而且他也不是完全在反對外道的 外道講對的地方他也講對 他也不論說喔 快到所有的都是錯 不是的 他只是就真理上去說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世間智者言有 世間有智慧的人 所有 我也所有 雲何世間智者言有 我亦言有 你看他說 比丘 我說的也不是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那麼 他說 比丘 事無常苦便利法 世間智者言有 我亦言有 有這個苦 世間有這個苦 那麼有智慧的人 他已經說到 那麼我們當然也認同 說 我亦言有 就像有輪迴也一樣 那麼有夜報也一樣 這個也不是佛說的 但是佛也認可 而且我們說佛認可奧義書的兩個道理 一夜有輪迴一智得解脫 這個佛也認可啊 那奧義書有兩個道理 但是不是所有的他都認可 所以他有共識間的這一部分 那麼戒跟定 一夜有輪迴 這個也不是佛說的 一夜有輪迴 一智得解脫 只是說 解脫的智是什麼智 說的不太一樣而已 好 然後他這裡講到說 這個世間的智者說有 那我也是說有的 世間智者說沒有 那麼我也是說沒有的 為色是長痕不便宜 正住者世間智者言武 我亦言武 沒有這種長痕不便宜的色受想行事 沒有 那世間無常 這個世間智者也知道啊 世間無常 世間智者是知道的 世間是苦 第一個是世間是苦 就五運世間 重點在講五運世間 我們講世間有五運世間 國土世間跟友情世間 那麼他基本上在講 有情世間跟五運世間 那麼這個世間是苦 那這個是很多人說的 世間智者說 那麼我也是這樣說 那麼世間無常無 世間有苦是有 世間智者講有 我也講有 世間講無 世間無常 那麼我也講無常 那所以 比丘 有世間世間法 那麼 有情世間 那麼五運世間 這個應該是這樣說 那麼他說 有世間世間法 我亦自知自覺 那麼為人分別演說顯示 那麼一般來講 世間世間法 有些人說 在世間的 世間世間法 這個世間是指 租行 就是不斷不斷的這一些法 那麼五運世間的 這一個無常無運 世間 世間 比如說世間世間法 一般是這麼說 世間世間法 那這個世間 我們可以說 我們這個世間 國土世間 那這個是所謂的 五運世間 那他是說 租行 這無常 那五運無常無我 租行無常 一切有為的 這有為的世間 這有為的世間 那麼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五運無常的變化 那麼這國土 它基本上是有為的 有為的 一切世間都是有為的 都是生滅的 生滅有為的是生滅的 生滅有為的世間 有這些 租行不斷的變化 五運租行不斷的變化 那我們說有三種事件 那重點在有情事件 重點在有情事件 我們講一下 當然世間也有其他的說法 不過我們都以這個為主 主要是有情事件 三界六道 因為修行是 有情修行的 那有情的一報 是國土世間 有情的一報 是國土世間 有情的正報 一人來講 一人來講 是五運世間 其他的有情就不一定 不一定是五運 那有情有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那麼佛法是以有情為主 有情之間 有情中 三界六道以人為主 以人為主 所以講五運六處 那以現在的人為主 所以講娑婆世界 國土 以這個娑婆世界為主 所以佛法是此時此地此人的 本來就是這樣 那麼以人為本的 佛法第一個以人為本 那麼以此地的為本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修行 那麼你現在要什麼修行 那因為你是人 那麼佛法是講給人聽的 那麼是人的修行方法 那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這裡是我們說 在世間世間法 那麼這個下面的世間 一般就講是所謂的 無常的五運 就是無常的五運 就是在這個世間 無常的五運 那他說 有世間世間法 那麼我意自知自覺 為人分別演說顯示 那麼這裡大概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標斷 第一段就是 第一個 云何為世間至者原有 我意原有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那什麼是世間至者原無 我意原無 這是第二個 就是 他這個經文可以簡單 可以標做三段 主要的三段 那麼另外第三段就是 世間盲無目者 就是佛陀先講 第一個 世間至者原有 我意原有 世間至者原無 我意原無 但是他沒有特別要跟人家說的不一樣 他只是說真理 那但是世間盲無目者 第三個 那麼第三個就是 有世間世間法 我意自知自覺為人分別演說 這是第三個 我們就把它分三段 那麼這底下他就寫出 那麼說 世間盲無目者也可以寫出第四段 也可以 或是第三段底下也可以 這樣我們比較分段處理比較好 看起來比較明白 他現在就是說 我並沒有特別要跟人家講的不一樣 我只是講真理 那麼 所以世間至者講的是真理 我也說 那麼有跟無 那 他原有的部分 這個是真的 我也講有 他講沒有的部分 這個是真的 我也講沒有 那 所以 那麼 在這個世間 我在這個世間宣說真理 那麼為了 我只是把真理說出來 那但是 但是 這個可以分作第四點 或者說你把它分作第三點底下 我雖然宣說真理 但世間盲無目者 沒有智慧的人 盲無目者沒有智慧的 那麼 不知不見 非我過舊 就是 也不是我的過世 就是說 就是說 沒有智慧的人 那麼 我 我講 有智慧的人 比如說 那這裡是在講 講幾點 第一點 第一點 他講世間智者 我們可以這樣看 世間智者 或是把它歸納為 世間智者 所說的 有兩個 言有言無 因為爭論就是有無常斷這些在那邊爭論嘛 言有 言語 那麼 講什麼有 世間有苦 那我也是這麼講的 言語講什麼 世間五運五常 五運世間五常 那一樣 五運五常 叫做諸邪無常 那 諸壽是苦 如果我們從三法院來看 這個是諸壽是苦 這個是諸邪無常 這個世間也是五運世間 諸 諸邪無常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是一這個是二 或是這裡就是一 看你自己分段 然後盲無目者 是世間的愚者 如果對照來看 愚昧的愚者 佛陀常常就是用對照的 這個 多聞智慧的聖地詞 愚痴無聞的凡夫 那麼世間愚者 他叫做盲無目者 沒有智慧的人 然後 他這裡叫什麼 他說世間盲無目者 不知不見 盲無目者 不知不見 不知世間有苦 不見諸行無常 或是不知諸壽是苦 不知諸行無常 不知不見 不知不見 這兩個 那麼就是沒有智慧的 那麼他說怎麼樣 他說 非我就也 意思就是說 那麼 也不是我的過失 就是說 他認為 因為我看到了這個真理 比如說簡單來講 我說 我說這個是時鐘 或說我說 這個叫什麼花 我忽然間忘記了 這我們也有種 這叫什麼花 木蓮 對 我又忘記了 好 這以前香儀式也有 浮岩也有 它是做香水 香水的材料 很大 它是一下就掉了 那麼比如說 我說這個是木蓮 它是做香水的 那麼很多人不知道說 這個不是木蓮 這個是菊花 好 那 可是世間他就把這個叫木蓮 菊花是這種 才叫做菊花 他說不是 這個是菊花 這個才叫木蓮 好吧 那你要怎麼辦 就是他不懂 但是他又 他又硬要說 他講的才是對的 好吧 世間與我正 我不與世間正 那麼我能怎麼辦呢 好吧 那你說這樣就這樣吧 那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告訴他了 但是他不相信 不知不見 那不是我的過失 好吧 那 因為他這樣 他硬要跟我正 我也沒有跟他正 那是我的過失嗎 那不是我的過失啊 對不對 但是他就認為我有錯啊 你怎麼可以 明明明這個才叫做 木蓮 這個才叫做菊花 你為什麼要宣導錯誤的觀念 你為什麼要教錯別人 那佛陀講的 他也就認為佛陀講的是錯的 他認為佛陀講的是錯的 像我講的內容 跟一般人講的比較一樣 跟傳統比較不一樣 那很多人就會說 我散播邪見 真的 很多人會說 你講的邪知邪見 因為我們講的比較不是跟 一般講的 講的這種傳統的說法 他就會認為我們在毀謗佛教 我常常都要解釋很久 我也很麻煩 乾脆就 那也不是我的過失啊 基本上我不是要 我不是要說你們錯 我只是說佛法是 真正的佛法是什麼 我並沒有說 我這個佛法你的講的不是 你的是錯的 我的是對的沒有 但是我是要告訴你 當然這樣可以比較出來 好像說你的是錯的 但是我的意思 沒有要跟你們比較 我只是要跟你們講 真正的佛法是什麼 那他們就會說 有時候會覺得說 你說你說 我說持座 持座不是你想像那樣 你持那個座就可以滅罪消災 沒有 你毀謹佛教 你毀謹佛法 那不是這樣 那你怎麼辦呢 那世間與我正 我不予世間正 然後 就明明 他會覺得 這個明明不是那個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要怎麼跟他說 我們已經講不清楚了 而且 他就是不知道 他沒看過 他不知道 他以為他知道 而且他硬要說你不知道 其實這種事在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也常會看到 也常會看到 那麼比如說 以前我在福元 我們都要做事 要分組 要兩個人 三個人一組 要去做某一件事 好 我剛好跟一個同學分一組 他那個組件也是很強 那我就跟他講 這件事 我有經驗 要這麼做 這麼做 這麼做才好 你這樣做浪費時間又得不到效果 然後他就覺得 我比你也有經驗 好吧 那就照你的吧 結果真的照他做出來之後 做不好 然後我也不講到 我不會在後面說 我看喔 給你講就不相信喔 我們不要這麼 這麼講也沒有用 你知道嗎 這麼講 但我們很容易這樣講喔 你就假了喔 不聽我的話喔 這個時候不要這樣講 這個時候你就默然就好 因為他已經知道了 他已經知道了 你要這樣講 他面子掛不下來 你就不要講 後來下次再做的時候 他就會照你的方式做 但是這一次你跟他講的時候 他現在是死也不照你的方式做 他裡面錯到底 真的喔 那這個很重要 我也有經驗 你不要在後面就說 不聽我的話 嘗到苦頭了喔 只要告訴你 你的經驗沒有我的經驗好 我吃過的鹽 都比你吃過的飯多 不要這樣說 但是我們很容易這樣說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你沒辦法射受他 你也不要批評他 因為他已經知道做錯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 他認錯了 你這個時候不要再追殺下去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後來 他再跟你一族的時候 他會變得 會尊重你的意見 因為顯然你知道的比他多 在這一方面 這個我也有經驗 那麼所以 但是如果他硬要說你 那你就隨他吧 反正你硬要 你硬要照你的方式做 你贏了 他還是不服你啊 如果你照我的方式做 我告訴你更快 他一定會這樣講 我告訴你 他是要看事情 但是這種小事情 你就隨他吧 反正做錯了 讓他認識也好 那如果他能夠 說不定他這樣做 也真的做得比我們好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用過他的方式做過 我們就用我們的方式 覺得這樣很好 那這種就是生活中的一些 就是說 因為爭論是很常見的事 在做事 在言語 在觀念 所以 和和聲第一個是什麼 最重要的第一個是什麼 六和和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 見和同解 見和同解是最重要的 我們先下課